親愛的弟兄姊妹 大家平安 平安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這一段經文 我們都很熟悉 那我為什麼會選這個題目 是我覺得我們真的要享受審慰我們預備 你回去看到你的太太 你的媽媽煮飯給你吃的時候 你會不會很開心 會 我先生幾乎他很喜歡吃我煮的 可是真的每天煮你會一直想 我今天要煮什麼煮什麼 我都會跟他說不要我今天來的煮 但是我們還是要享受在那個家庭聚餐的裡面 當你的太太 當你的媽媽就是為你預備一份 她的愛心的餐點的時候 你會覺得真是太棒了 今天我們的神也要為我們預備了很多禮物 是我們要去跟她領取的 你不跟她領你就覺得怎麼什麼都沒有 所以你要跟她領才會發現 欸在這個信仰裡面有這麼多美好的事情 今天的經文我要分成兩段來講 第一段要放在二十八節 把勞苦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 我就使你們的安息 這是一個神發出給你的訊息 今天上帝要告訴你說 來跟我和好吧 你這禮拜每天禱告嗎 你昨天晚上睡覺前禱告嗎 還是你只有禮拜日來教會的時候 才道道唱詩歌讀聖經 從明天開始這些就放到下禮拜日 我不知道我們每天過的生活是怎麼樣 但是神說你要來到我這邊 這是第一段 第二段就是我們二十九節到三十節 你安息嗎 你有沒有每天都睡得很好 最近我很喜歡這個廣告 我不知道大家在看電視的時候 會不會特別注意廣告 會的人請舉手 我還記得我的高石老師跟我們說過一句話 他說你不要看廣告那個短短的幾秒鐘 那個幾秒鐘幾分鐘裡面 有多大的人在後面設計這麼短 又能馬上把那個訊息告訴你的 那是需要很多的精簡跟智慧 才能把那麼短的訊息 然後那麼大快速的告訴你說 欸我跟你說這東西就是很好 那我被這個廣告吸引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我在這裡 我的腦袋好嗎 我一定好嗎 那他一定要好嗎 我怎麼會這樣 我這麼素心 還可以看光照 讚 老闆你高打氣 不是啦 老闆你打氣 加油 加油 沒有補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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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誰會再補 沒有補胎 沒有補胎 保麗達 我沒有 最終於出現 好 再看一次好不好 你看他犯了幾個錯誤 第一個人要去補腳踏車的椅子 第一個人要去補腳踏車的椅子 我一定會 他一定會嗎 怎麼會這樣 你這樣是不是還可以看高雄 喔 正 老闆你包打氣了 不是啦 老闆你打氣 加油加油 不要補開啦 不要補開了 我寫過呀 都過 我寫過呀 保力達 蠻牛 最後一重點 保力達 蠻牛 好 你有曾經喝過蠻牛的請去找 蠻多人的齁 為什麼要喝蠻牛 好像很累齁 我有一次發現 我現在車上有一瓶蠻牛的時候 我很驚訝 你幹嘛喝蠻牛 因為我覺得 你會喝蠻牛的人 就代表你一定很累 因為我是遵受這個廣告的影響 那 在這個廣告裡面 你們覺得真正享受安息的人是誰 他的太太 看起來 他只有坐在後面一直修指甲 今天在你的家裡享受安息的人是你還是你的孩子還是你的先生你的太太 我們知道在這個時代要享受安息簡單嗎 不簡單 孩子每天都要面臨就是考試 那我們出去面臨的是什麼 我們要跟我們的主管報告我們的業績 我們可能一天有很多病人要看 那我們可能在我們的 補習班裡面 我們覺得孩子的成績怎麼一直都起不來 或者是跟家長的關係如何建立好 其實我們在這個社會裡面 我們要享受安息 真的不簡單 但是神提醒我們 你不要把那個石頭壓在你身上 越壓就越重 你就會覺得肩膀很痠 前陣子到去年 今年初 我覺得我常常去給人家紓壓 你就覺得久久就是要去一次給人家SPA一下 你才會覺得啊 像空體舒傘 然後覺得心情很美好 但是這些都是靠你自己 你內心還是有很多東西是你出不來的 這些東西都是要靠著神 你才能享受那個安息 基督徒要享受安息簡單嗎 老實說有在服侍的人 真的很難 因為我們可能每個禮拜都要來到主日的時候 我們可能都要服侍 甚至我們在團戲的時候我們都要服侍 那你覺得怎麼樣 我就已經工作很累了 我還要服侍 這對我們來說是安息 其實會覺得好難喔 但是你如何得到安息 主說來到我面前 在我們在預備服侍的時候 你有安靜的時間來預備你的服侍嗎 還是你就想 那我要開始預備服侍了 就不然啦 一直努力的預備 然後預備完 好快點快來去教會 然後又匆匆忙忙的來到家 我說那好我沒有遲到 然後呢我總會預備得很好 但是孩子 親愛的弟兄姊妹 都沒有想過 你都沒有安靜在神的面前 在你的服侍只是匆匆忙忙的來 然後服侍完 覺得 啊 你有想到下禮拜的服侍是什麼 當我們面對的課業 當我們面對的工作 家庭還有服侍的時候 要享受那個安息真的不簡單 所以神要邀請我們 來到祂的面前 再來 你為什麼不能享受安息 台語有一句話 講得很好 吃我來看我有啊 當你在吃這一碗麵的時候 你就想 喔別的那一碗看起來好像比較好吃 有沒有 今天當你到焢肉飯的時候 你就覺得 對面那個乳排骨聞起來好香喔 好後悔喔 我怎麼沒有點那個來吃 孩子也是這樣 你有沒有發現小孩子 自己手裡拿著玩具好玩嗎 那一台車車就算載怎麼大 他還是喜歡小寶寶裡面那個搖禮 因為他覺得 他那個怎麼可以亮亮亮 今天當我們 拿著自己的東西的時候 你永遠都不滿足 你永遠都覺得 為什麼他們家看起來比較溫暖 我們家好像吵吵鬧鬧 他媽媽看起來怎麼這麼溫柔 我媽媽看起來怎麼恰伯 他老婆好像都不會罵他 我老婆怎麼回家就碎碎念 他老公很認真很體貼很溫柔 今天當我們越求越多的時候 我們就會把所有的東西都一直放在心裡面 我們永遠都不知道我們有多少的恩典在我們身上 今天當我們來到神的面前的時候 你會發現神給你的恩典是超過你覺得你羨慕別人的 你要享受這安息是你要到神面前 我老公都說我是超人 其實我真的以前我不太愛休息 我以前一個頭腦裡面至少可以想五件事情 我可以想說我中午要幹嘛 晚上服事要幹嘛 那下禮拜一可能收年痕跡要幹嘛 或者是我的孩子今天要幹嘛 我可以同時一直想 這想的方式是怎麼樣呢 從你早上起床就開始想 想不到你晚上要睡覺的前一刻 眼睛閉上之前 真正完全睡覺之前想不想 想想 而且有時候呢 半夜禮好會出晚期啊 想說那這件事情還沒做好 那趕快再去做 我覺得休息很浪費時間 但是親愛的弟兄姊妹 看我身上的見證就知道 神是要我們休息 我到後來就開始身體不太舒服 那到後期心臟又開始亂跳 但是神給我一個恩典 其實我之前心律不整的時候我很害怕 因為心臟畢竟是一個人身體追上他的器官 但他亂跳的時候你就會覺得 唉唷好恐怖喔 我到底下一秒會不會發生什麼事 那你會開始害怕 不過現在我有一個感動是 神要我做每件事情都很慢很慢 因為當我緊張的時候我心臟會亂跳 當我超開心我老公要帶我去吃大餐的時候 我很期待說我的心臟竟然會亂跳 然後呢當我覺得我很累很疲乏的時候 我的心臟也會亂跳 唯有我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心臟才不會亂跳 就是不要不是亂想 放輕鬆 今天神給我一個很大的提醒是 我要開始慢慢我的腳步 不要那麼趕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也一樣 我相信個性急的人就是很急喔 我老公就是動作又很慢 他常常都被我一直吹一直吹 有時候他都會跟我說 你不要那麼趕啊 然後我才會知道好那我要靜下來 所以今天你身邊的人如果有個性很急的 要這段經文跟他一起勉勵 回到神的面前真正享受那個安息 因為享受安息真的不簡單 主說要我們得著安息 你常常出去放鬆嗎 你們會不會有一個時間出去放鬆 會的人請舉手 好那不會的 弟兄姐妹我們要為他們多祷告 讓他們把這段經文真的放在心裡面 神要給我們一個安息 是休息多出去走走 看看他的世界跟他和好 今天這個安息是真的休息下來 回歸到平靜安穩 有很多人很忙 可是他的心裡一直很安息 他知道他為神所做 有些人很忙 就跟我以前一樣 忙到最後一刻你終於我要休息 逼自己休息 這是神不要 神要的是我很忙 但是我心裡仍然知道 我所做的是為了聖 我們一起來念這段經文 煩惱苦重單的人 我們一起來 煩惱苦重單的人 可以到我這裡來 我就是你們的安息 好有感動你嗎 這段經文 如果你念的時候 神邀請你的時候有感動你嗎 有一個哲學家他說 人喔 最大的五個問題就是自以為是 然後對真理的無知 又多疑覺得 腦科裡回家喝個餅飲料 還有呢 您不滿足 你有很多的私慾 再來是什麼 再來就是過於忙碌 都沒有時間安靜下來 當我們有這些東西在我們的心裡面 今天有沒有 只有我們最清楚 如果有的時候 你要回到省門面前 你要回到省門面前去經歷那個安息 喜歡打棒球的請舉手 所以我們叫外界不能舉辦棒球比賽 來喜歡打棒球的請舉手 好三對三才可以組一組 那什麼運動是我們都有在 啊那我知道來 喜歡吃牛肉麵 有吃過牛肉麵的請 吃過牛肉麵 好 今天我們如果不經歷這個安息 你怎麼知道哪家牛肉麵好吃 你怎麼知道 我們怎麼跟人家介紹說 欸我吃過這牛肉麵 它好吃的原因在 今天你如果不經歷神的安息 你怎麼跟人家說 欸我告訴你了 信耶穌很好 人家看著你就比他還沒力 人家看到你就 啊好忙喔 你每天都要忙 你快樂嗎 你臉上的笑容有嗎 還是你們有沒有跟你說 我來跟信主耶穌很好 還是你跟他說 哈 來信主耶穌超好的 你一定要來 你們有沒有看購物台 為什麼東西可以賣得成功 他們告訴你多麼好用 他們的信心有用過 他們可以告訴你 這東西多麼的棒 今天你有沒有把這個福音傳出去 你有沒有經歷這個安息 是要透過你自己跟神 不是禮拜日來這邊聽講道完就 嗯好那可以回去就全部忘記 而是要跟神有一個很好的聯繫 這一個醫生呢 是因為我之前心上一直不太舒服 所以我們知道上網可以看到很多東西 那要去看醫生之前 我就先上網看很多的資料 那這個醫生是一個心臟科的醫師 他叫做附慶雲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那這個醫生他幫助了很多小朋友 做心臟的手術 所以這個小伯母 他那時候好像是一個八長大的小孩子 那他就幫他做那個心臟的手術 那也很成功 這個醫生他沒有幸福之前 他過得非常辛苦 大家都覺得他非常的成功 他很快就當上主任 那裡負責很多的叫醫院的事工 那他覺得他一點都不開心 他回到家裡面 他跟他妻子的關係也不是很好 跟孩子的關係也不是很好 那在醫院裡面又要處理 那麼多的事情的時候 他覺得很辛苦 那他怎麼信主呢 親愛的弟兄姊妹 有一個姊妹跟兄弟關心他 打電話給他七年 告訴他來信主耶穌很好 今天他會來信主耶穌是因為 那個弟兄姊妹一直關懷他 也為他做了很多見證 那這個醫生在他的 當他在醫這些病人的時候 他其實也做了很多見證 有一個小女孩 他原本去醫院的時候 他因為心肌發炎很厲害 所以到時候已經快要過世了 那他就跟這個小女孩說 我可以幫你禱告嗎 那他就幫這個小女孩禱告 那禱告完你們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過了幾天那個小女孩的心臟停止 大家都覺得好像沒什麼希望 那這個醫生就立刻幫他裝上那個葉克膜 那葉克膜裝了四天之後 第五天 他的心臟開始自己跳 那這個見證對他來說 他覺得非常的激勵他 非常的鼓舞他 那也讓他帶了很多的病患來信主 今天我們要享受那個平安 當你享受那個平安 你就知道怎麼跟神求那個東西 一開始雖然很困難 但是你一定要不斷地求 好 在詩篇呢 四十二篇五節啦 我們一起唸 愛我的詩篇 你為何有夢 為何在我裡面煩惱 你覺得今天只有你有煩惱嗎 每個人都有 那你會覺得好奇怪 為什麼只有我這個基督徒這樣 是不是我真的很不親近神 有時候這樣的控訴會進入到我們身邊 但是我要告訴你們的是 不用怕 因為聖經裡面也有好多人跟你一樣 我的心啊 你為什麼這麼煩躁 有時候當我們陷入在那個煩躁裡面 你會覺得我怎麼這麼煩 我要來親近神 更多的親近神 可是我怎麼還是那麼煩 不要忘記 尋找神 尋找你屬靈的同伴 你會發現這一切都有改變 今天我們去看醫生的時候 他都問我們 睡得 老婆好 你有沒有發現現在醫生大部分都會溫 那你失眠過嗎 考試的時候會失眠 緊張明天有事情要發生的時候會失眠 我們要來看聖經一個例子 那一個人就是彼得 他在非常緊張非常困苦的時候 記載在《使徒行傳》十二章 他被抓去監牢裡面的時候 雙手還被綁著 然後呢外面還有兩個人看守他 你知道他睡得多好嗎 連天使出現了他都不知道 天使還看到白白說 欸你要起床了 當你在最大的苦苦的時候 你不要忘記把你的重担交給神 而且經文怎麼記載 教會的弟兄姊妹 切切的為他禱告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不管你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 一定有人為你禱告 你就安心的休息 來到神的面前 好 我們再來看後面還有什麼東西呢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今天的經文裡面有一個字叫做 來 你知道當我在準備這個 這一個經文的時候 當我打上這個字的時候 我有一個好深的感動是什麼 你們看來這個字怎麼寫 人來到神的寺教面前 今天主耶穌說來 有時候神要進入我們的心 你要嗎 你有時候會因為太忙 把神阻擋掉 今天主耶穌說不是我到你那裡了 是你要來 當你覺得你壓力很大的時候 請你來到我的十字架面前 你要來到我的面前 你才能得著這恩典 我們知道我們每一個人 遇到的狀況都不太一樣 但是當有一個人告訴你說 你這件事情一定可以做得很好 你有沒有信心 你有 我在做事的時候 我滿喜歡人家鼓勵我 就說你一定可以的 這個你一定可以 就可以讓你增加大概百分之八十的信心 你一定沒有問題 我每天每個主日 其實從以前就這樣 我會問我先生說 你覺得明天的講到OK嗎 我先生都會跟我說沒有問題的 在預備講到的時候 其實你會花很多的心思 那個沒有問題的 跟你一定行的 我支持你 我陪著你 你一定會成功 你就知道那個東西 可以釋放很多 今天你來到神面前的時候 他告訴你說 你一定可以的 他說我將這些事情告訴你們 是要叫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們有苦難 但你們可以放心 我已剩 我已經剩了這個世界 神說 你不管遇到什麼事情 就是來到他的面前 因為他已經勝過這個世界 所以你今天遇到 再怎麼困難的事情 在神的眼中 只是想試 他知道他已經勝了這個世界 不要忘記 不管遇到什麼事情交托給神 這個心理學家呢 他是我覺得他蠻辛苦的 那他有一個治療的方式很成功 就是希望療法 他給所有人很多的希望 那他的爸爸死在他的懷疑 他的媽媽被毒氣毒死 然後他的哥哥死在一個 危險的那個採礦的隧道裡面 那所以對他來說他很辛苦 那那時候戰爭的時候 因為他的身份的關係 所以他被抓去 所以他被抓去關起來 那他在關起來的時候 你猜他有盼望嗎 當他想要他的爸爸是因為這樣而死 他的媽媽就是被毒死 那他的哥哥也死了 其實如果剩下一個人 這世界全部的人 你身邊的人都 你而去剩下你一個人的時候 你覺得你有希望嗎 在他身邊的人 當時關著所有的人 每個人只要一個小感冒 跟一個小小的感染 就可以讓他們迅速惡化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們沒有希望 他們覺得 其實我脖子好像也沒什麼意義 我被關在這裡 我出去我的家人也不知道怎麼樣 那這個心理學家在他被關著的時候 他說 在他的書裡面寫到 當他在難過的時候 他只有跪下來祈禱 跟神說 不要讓我遇到你這個更苦的事情 那他知道他一定不會遇到這個更苦的事情的時候 過不久他就被放出來 那他身邊很多的同伴抖劍 那所以當他在治療人的時候 他就把這個希望告訴給所有的人 今天當你在最困苦的時候 你知道你還有神會帶領你 所以把你的重擔 我再說一次交託給我們的神 那我們不只要經歷安息 我們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我們要學神的樣子 這段經文裡面他說 我心裡柔和千匪 被你們當過我的惡 學我的樣子 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 所以要得享安息 要做一件事情是什麼 學神 學神 今天我們出去上班回來 下課回來 當你檢討你自己的時候 如果今天你去比賽 或者是你在公司表現得不如意的時候 你回來一定很沮喪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世界教導我們的是什麼 你一定要贏啊 你一定要贏啊 你怎麼表現得這麼差 為什麼跟老闆講個話這麼緊張 為什麼那個同事帶領的不好 當我們有過多這樣的想法的時候 你就會更多的要求自己 不行 我一定就是要這樣贏過別人 踩在別人頭上 或者是我要更兇的對待他們 他們才會聽我的話 但是神說你要學我的樣子 他的心裡是怎麼樣柔和謙卑 當我們越想要贏的時候 那個僵傲就會越多的進來我們的生命當中 你有沒有想過 只要在那件事情上面 榮耀神這樣單單就好了 你會有這麼多的重擔嗎 不會 你會想說我一定要怎麼樣嗎 不會 當我們有這樣的重擔的時候 其實很多都是我們自己加給我們的 有一段經文 是我在準備這個的時候想到 他說你們蒙召原事為此 因為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 給你們留下榜樣 叫你們跟隨他的教授 巴勒斯坦的牛 他們有看過牛跟田的 沒有的情局這種小朋友們比較沒有 那大文應該都有 牛跟田就是帶著牛 然後把他拉著 讓他下去就是走一走 然後後面拖著一個跟田的東西 然後他就會幫你把整塊土地處理好 那在巴勒斯坦的牛 我們在台灣都看到幾隻 看到大部分都是一隻 那巴勒斯坦的牛他們是要兩隻 什麼兩隻呢 是夫妻嗎 不是 是一大一小 為什麼要一大一小 為什麼要一大一小 大著呢 他已經很有經驗了 他知道走到這裡 然後要轉彎 小的知道嗎 我用體力就是趕快衝 趕快跟完就結束了 所以巴勒斯坦的人他們很聰明 他們就把他們的牛 兩隻放在一起 那他小時候就開始學 走到這裡要轉彎 那我接下來要做什麼事情 今天神也給我們一個榜樣 他說我留下給你們榜樣 叫你們跟隨他的講宗示 今天神要我們學他的樣子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我們會遇到很多不公平的事情 那其實在這件事情上 基督徒很難去暫混 基督徒很難在這裡面有時候去做一些分別是 聖經這樣教導我們 但是這事件的事情 讓我們覺得不行 我一定要去爭取 那在這裡面怎麼辦 盡你最大的能力去做到你覺得OK的狀態 不要傷害到其他人 不要傷害到其他人 這一個人是摩西 那他在明書記裡面 我們知道他帶領以色列人的時候很辛苦 那在明書記裡面有一段記載就是 摩西帶他們在曠野的時候 以色列人很愛抱怨 他就直接跟摩西說 欸為什麼這裡沒有葡萄樹 沒有無花果樹什麼都沒有 然後神就跟摩西說 來你去敲那個石頭 你去敲那個石頭 就有水流下來給這百姓喝 因為百姓說為什麼沒有水 怎麼什麼都沒有 摩西要敲之前他怎麼說 摩西說你們這些背叛的人 聽我說我為你們使水從這潭石中流出來 之後經文記載摩西敲了兩下 水就流出來了 但是之後耶和王跟他說 因你們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面前 眼前諸我為聖 所以你們必不得令正惠眾進入我所賜給他的地方 神馬上就告訴摩西說 欸我沒跟你想起了 摩西因為一時激動呢 就罵了那些跟隨他的以色列人 你們這些被害的人 神說我又沒有要你動血氣 你怎麼動了你自己的血氣 所以神告訴他說你們這不信 今天我們很容易就因為我們一些事情 讓我們動了我們自己的生氣 所以主說我們不要一直去爭 學他柔和謙卑 學他柔和謙卑 最後 當我們回到神的面前的時候 你會發現神告訴你的話超過你的想像 這件事情只有你自己能體會 你見過什麼 沒有 我也沒有 那我們怎麼告訴別人有什麼 就只能跟你像你吃牛肉麵一樣 你真正嘗過 你才能告訴別人 那是什麼樣的恩典 那如果神跟你說 欸超人下來休息一下了喔 那你就下去稍微休息一下 再怎麼大的運動員 再怎麼有名的運動員 當他的教練知道他不行的時候 也是一樣叫他下去休息 好這是一個時鐘 我們知道秒針他走大概一秒一下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現在有那個秒針這樣咻 好快就走完一圈 他不是一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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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他大概30秒就要趕快把那些就是 走完一分鐘喔 那如果你今天當了一個時鐘 你知道你30秒走一下 你一分鐘就要走120下 一小時就要走7200下 一天就要走172800下 那你知道你一週就要走好多萬下 一年就要走好幾千萬下 當你知道你未來要走的路這麼辛苦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好害怕 但是當你回到神的面前 單單只為你今天認真的活 並且享受神給你的安息的時候 該休息的時候就休息 你會發現你明天更有體力 面對這一切 所以當你累的時候 當你覺得不知道怎麼辦的時候 回到神的面前 那我們一起來唱我們今天的回應是 這一首詩歌是我非常喜歡的詩歌 叫做那雙看不見的神 今天我們看見神過嗎 沒有 我們遇見神過嗎 可能有 那那雙看不見的時候 就在你的心中 就在你的生活當中 一直 我們可以把自己的眼睛 密上來 我們安靜在神的面前 你回想一下你這禮拜 或者是你今天 你覺得壓在你生命中最重的東西是什麼 有可能是你下禮拜又遇到的挑戰 有可能是你正在處理監慮 你覺得壓力很大的事情 但是你曾經 把這件事情交給神 神說你要到我的面前來 你有到祂的面前來 還是你一直跟神求說 我就是要這麼多 我就是要這樣 你就是要給我 但是你都忘記 先來到神的面前 如果你願意你就跟神說 主我要把這個重担交給你 這個重担混爆了我 那我這禮拜有很多不好的休息 那我在休息的時候 我想的還是這件事情 主耶穌為了要求你來到我的生命當中 我也願意來到你的腳前 讓我們在那個愛裡面 我們相遇 主耶穌求你教我怎麼做 因為我時常為了爭取自己的利益 為了讓自己表現更好 所以我花更多的心思 但是我時常忘記學你的樣子 我要柔和見慧 我希望在我做任何決定的時候 都不要傷害到任何人 讓我在做任何的事情的時候 都能把神的榮耀彰顯在那件事情裡面 謝謝耶穌 主我們愛你 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們真的不容易把自己 最軟弱的那一個部分給別人看見 但是來到神的面前什麼都不用害怕 就是交付給神 神病會醫治你帶領你 我們一起唱來唱這首歌 阿富池 心目見的 數到謎 但是我主 你正在對我的雨 哦主耶稣 哦主耶稣 我甚至道 你一直就在这里 是你的手 你恨的手 重新骨髓 多大破碎的心田 是你的身影 我的龙马鱼 在土天堡 我心里找你几个 虽不见你 触目到你 暂时我知 你正在对我地狱 哦主耶稣 哦主耶稣 我甚至道 你一直就在这里 是你的手 地恨地球 重新骨髓 我能破碎的心田 是你的身影 温柔和云 在土天堡 我心里找你几个 我们一起来当中 今天的节目 你必须 我能破碎的心田